不分區立委選舉政黨抽號次 結果揭曉 民眾黨前秘書長謝麗公 選在同天召開記者會 除了回應王毅川對黃國昌提出的 白色是不是比較容易髒 炮口還向內對準同樣是民眾黨的 不分區立委提名人黃珊珊 謝麗公直接點名黃珊珊 還訂出兩項KPI 總統排名要達到第二名以上 不分區立委席次也要至少八席 沒有達到就請你辭職 要黃珊珊對大選結果負起責任 拍拍肩膀握手簡單寒暄 不分區政黨抽號次 黃韓互動成為全場焦點 黃珊珊十九號在臉書貼文 說民眾黨不分區立委 渴望取得十一席 黃韓互動熱絡 外界預測 三黨立委可能都不過半 藍白若是合作 政府院長的機會可不少 但民進黨也忽視眈眈 號碼出爐 政黨全力催票 民眾黨鬧內訢 藍白又多些互動 也不免引發外界聯想 華視新聞李婉宇 張正吉許庭倫 台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請就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